复古玫瑰花束教程 拿出我们的材料包 没有的话也可以自行截图准备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用到一把剪刀和一个打火机 玫瑰教程一 取六根奶白色扭扭棒中间才开 取一段扭扭棒再用三根扭扭棒缠绕到这根上面 把它们整理平整到一个平面上 再把两端的扭扭棒拉下来 整理平整 取其中一根较长的扭棒缠绕固定 做好之后再凹出花瓣形状 把小尾巴向上折一下 这样一片小花瓣就做好了 一共需要做三片小花瓣 接下来做大花瓣 取出十根奶白色扭扭棒中间才开 再取出十三根红色扭扭棒中间才开 取一根红色扭扭棒 再取四根奶白色扭扭棒缠绕到红色扭扭棒上面 和小花瓣一样的步骤把两边拉下来缠绕固定 然后把花瓣凹出形状 把中间的扭扭棒向两边撑开 再用指腹轻轻向上按压 再取一根红色扭扭棒在花瓣边缘缠绕上去 把开头的铁丝折下来藏好 然后在每个缝隙里面缠绕两三下 直到把这根扭扭棒缠完 然后把花瓣边缘向后弯折 这样一片大花瓣就做好了 一共需要做五片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小花瓣的边缘缠上红色扭扭棒 最后多出来的扭棒可以剪掉 同样也是把花瓣边缘向后折 然后右手按住花瓣两边向中间捏一下 这样小花瓣就做好了 把剩余剪断的扭扭棒可以用来做下一朵玫瑰 接下来我们做花鳄部分需要三根绿色扭棒中间才开 一朵花只需要用五根 剩余一根可以用来做下一朵花 我们拿出一根绿色扭棒在五厘米处对折 再折出一厘米和另一根扭棒拧一下固定 把两根扭棒向两边拉开 然后弯成弧形的叶片 然后把叶片向后弯折 再把尖端向下弯出一个弧度 一共需要做五片 接下来做叶子部分需要三根绿色扭棒 取其中一根在五厘米的位置弯折 再用一厘米与另一根扭棒拧一下固定 再拉取剩余扭棒向上拉 从下往上从中间穿过 然后把它们整理平整在一个平面上 再捏紧尖端把剩余扭棒向右边拉下来 和开始留的小尾巴拧在一起固定 然后用纸腹向上按压凹出形状 需要做三片叶子 然后把它们赶布缠上花翼胶带 再用花翼胶带把三片叶子缠到一起 所有配件准备好后 接下来就开始组装 需要用到胶棒和花翼铁丝和打火机 想要方便一点的话 也可以准备一个蜡烛 我们把小花瓣尾部折进去 沾花瓣的时候 把胶棒放在蓝色火焰部分上 烧大概20秒等胶变软就可以粘了 要注意安全哦 等待冷却后再粘第二片防止烫到手 在第一片花瓣边缘涂上胶 再粘第二片花瓣 第三片也是同样的方法 在第三片边缘再涂上胶和第一片粘在一起 接下来再粘第二层花瓣 第二层需要把尾部剪掉一部分折进去 五片都需要同样的操作 接下来把大花瓣均匀地粘到外圈 可以把每一片花瓣压一点前面的花瓣边缘 接下来再把花瓣粘到每两片花瓣的缝隙处 需要在花瓣上面和花杆上面都涂上胶 轻轻按压等待冷却 把五片花瓣粘好之后我们用花翼胶带缠绕杆布 缠好之后我们再用花翼胶带把叶子粘到花杆上 这样我们一只玫瑰就做好了一束花 共需要做两只玫瑰 二 绝叶教程 首先拿出两根绿色牛牛棒才成七等份 大概也就是4.2厘米 然后把每一段弯折1.5厘米 拿出一根花翼铁丝 用花翼胶带把它们依次缠上去 一只缠缠缠 一只缠到铁丝地端 接下来我们再取出四根绿色牛棒做下面的小叶片 先用一根绿色牛棒 在两厘米处对折 再折出0.5厘米的小尾巴与另一根牛棒拧一下固定 然后再把剩余牛棒拉到右边折出一厘米长的部分 拧两圈固定 再转过来也是同样的操作 在扭下一节叶片的时候 需要空出杆布0.5厘米再向右弯折 下面的叶片可以比上面的叶片稍微长一点点 后面就是同样的方法 一共需要做两片同样的叶子 接下来我们再做两片稍微大一点的叶子 就是在上一片叶子的基础上再扭出两片叶子 然后把它们杆布都缠上花椅胶带 再把四片小叶子用花椅胶带依次缠绕到花杆上 像这样绝业就做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